大家好,我是杨风 11月6号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日 在这一天,美国的国会 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会有部分的改选 如果说执政的共和党能够在这一天的选举 取得胜利的话 也就是能够继续掌控参众两院的话 对美国总统川普 他在未来两年的施政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民主党是掌控了参众两院 对川普未来两年的施政 会造成他施政的自爱难行 也就是我在政界上所说的 川普会变成博压总统 但是就在距离投票日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 就在上座的时候 美国发生了两件所谓的暴力的事件 第一桩就是有所谓的炸弹包裹 第二个就是在美国披士堡一间犹太人的教会里面 遭到枪击案件 我们看一下视频 所谓的爆炸包裹 是一位美国的寄进人士 他将装有爆炸物的包裹 邮寄给美国政商界的名人 这包括了前总统欧巴马 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总共多达14位的公众人物收到这样的包裹 而美国宾州披士堡犹太教会的枪击案 也造成了11人的死亡 这两起暴力事件发生后 立刻让美国原本因为两党对立而分歧的社会 更加的分裂 更加走向两极化 当然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也免不了互相的踏伐 互相的攻击 两方之间的口水战不断 都要对方为社会的力气 为这些暴力事件而负责任 那同时也让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民意自治度急剧的下滑 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 一个星期前 川普他的自治度是44% 而在两起暴力事件发生后 川普的自治度立刻掉到40% 才一个星期的时间 川普的自治度就掉了4个百分点 这让共和党相当的担心 他们担忧会影响他们的中期选举 因为距离中期选举 也不过就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么到底这两起暴力事件 会不会冲击共和党的选情 然后让民主党重新夺回 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所谓的钟摆效应 这钟摆效应是说 美国的选举就像钟摆一样 由于两年前是由川普 他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是共和党在执政 因此两年后的中期选举 这选举会有利于在野党 也就是民主党 如果这钟摆效应 他发生的话 民主党非常有可能 会掌控参众两院 同时会让川普 在往后的两年施政里面 他变成一个拨押总统 我们再看一下画面 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而言 他们的选举策略是什么 他们的卖点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和探讨 同时会来论述到底胜负的关键在哪里 因为影响选举的因素很多 但是会左右胜负的关键往往就是那么一两点 我们先来看看 共和党他的选举策略是什么 这次的中期选举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次 因为由于川普他个人执政的强势风格 还有他的个人言行非常的出位 他的情绪他如果不高兴的话 他可以直接了当的就表达出来 他甚至于敢批评国外的援手 甚至于骂国外的援手 那对于共和党或者说川普他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经济和股市 我们来检验看到底川普他执政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的经济和股市的成绩在哪里 我们就以今年美国经济GDP的增长率来讲 是相当的不错 都在三四之间 那而对于股市这两年来也涨了非常的多 这是川普他一直在夸耀的 就是说股市增长就是他个人的功劳 虽然说民主党他们会争执说 这股市的良好都是因为前总统欧巴马他大向的基础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川普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经济和股市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个星期以来 也就是从十月以来 美国的股市的走势 一直都在持续低迷 持续下滑当中 如果在往后的一个星期 股市还是这么大跌走下去的话 对川普的政绩会多多少少是一个影响 就没有他原先他所说的那么大 我们再来看看民主党他的选举策略是什么 相对共和党而言 民主党他的选举策略是稍微有些让人意外的 民主党这两年来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攻击川普他的个人特质 攻击他的人品 说他要讲脏话 他对妇女女性不够尊重 他对于那些移民不够关怀等等 同时他们在攻击还一直在追查 川普在通俄门上的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么相较于共和党他的用经济和股市来做他的政绩而言 那民主党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出他自己所谓的政策和政见出来 这是让人相当有点惋惜的地方 我们接着来看看选举胜负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先介绍一个名词 也就是选举板块 那选举板块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选民的结构 他们会造成 如果把选举当成是一个大板块来讲 中间会有许多大大小小不等的板块 这个选举的板块 可以说是选民的 比如说他的年龄层 或者是选民的职业 甚至于是男女 也可以说是族群的区分 在一个民主社会民主国家里面 经过相当多的选举之后 其实他们选举的板块 也就是选民的结构 是相当的稳定的 举例来说 对于美国白人男性来说 他们比较多的比例是投给共和党的 而美国白人女性 妇女比较多的比例是投给民主党 而对于少数族裔来讲 投给民主党的人会比较多 不过多年来 这样选举的板块都相当的稳定 我们就以这一百年来 美国的工会 多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但是这个现象在2016年出现了一个意外 也就是两年前川普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由于他的政见 他的政纲 他告诉美国的工会 工人说 他要把工作机会 重新拿回到美国人的手里 重新给美国的工人 那到底他有没有做到呢 在川普他上台之后 就是几个月前 他开征了所谓 针对国外钢铁 还有铝的加征关税 这个相当程度上 我们不管他是好还是坏 我们只说对选举的影响 这在相当程度上 让美国的钢铁工人 美国的工人 他们觉得很窝心 他们认为说 这个总统的确是有兑现 他的选举政见 他的承诺 他照顾了美国的工人 我们刚刚说过 这百年来 工会多半是支持民主党的 同时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他们第一次 连任不算 在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后 他们通常会提出一项政见 就是他们会实施 会调高美国人民的最低工资 他们会拉高 抬高那个最低工资 但是对于美国的工人而言 他们可能心中所要的 不是这个 因为他们的薪水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 一个适合的工作 他们可以拿到 年薪大约是 五六万美元的工作 如果有几年的经验的话 对他们而言 最低工资 对他们的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要的是说 他们自己能够有工作 他们的父兄 他们的叔叔伯伯们 能够有工作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川普所谓的 把工作机会 重新拿回到美国人的手里 对他们来讲相当的有戏力 同时他们也 川普也是这样的做了 因此川普 他在极力兑现他的政见 那么同时川普 他也提名了保守派的大法官 这让共和党的选民 也就是保守派的选民们 也是觉得相当的窝心 觉得川普 他真的有做到 他所说到的东西 因此呢 如果 这些板块的选民 他们在上一次 投票给川普 而由于川普 他也兑现了他的政见 兑现了他的承诺 那么这些选民 很有可能 在中期选举的时候 会继续把票 投给共和党 因为连川普 他自己都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告诉他的选民说 Pretend I'm on the ballot 他意思是说 他叫选民们 你们就当我 川普就在这选票上面 你们投我 就是投共和党 这是他相当 有信心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里 我想要提醒民主党一下 就是说 我以一个民主党成功的 选举的一个案例 来提醒民主党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两年来 民主党花了很多时间 在通俄门 在攻击川普的个人品格方面 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 我们以1992年 一个总统选举的案例来说 当时是 共和党的布什总统 跟民主党的 比尔克林顿 他们竞争这个总统大位 我们要知道说 布什总统 他在1991年春天的时候 由于 因为在前一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老布什总统 他成功的带领了几十个国家 在联合国的名义下 挥了大军 挥军进入到中东去 将伊拉克击退 这就是所谓有名的 著名的海湾战争 或者是叫波斯湾战争 这在美国里面 是叫做 沙漠风暴行动 由于在1960年代 和70年代的时候 美国介入了越南的战争 耗费了美国相当的国力 于是美国在1973年 撤出越南 在打了越战之后 美国元气是有损伤的 同时也让美国在对外 他的军事行动 变得非常的谨慎 而由于老布什总统 他成功的大赢了这场战争 让他声望极具的升高 在这么高的声望之下 但想不到就在次年的时候 他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输给了比尔克林顿 当时比尔克林顿 他提出了一个口号 他说 It's the economy stupid 意思说笨蛋 其实这个选举的关键因素 是在经济 那么代表民主党的 这个比尔克林顿 他在多年前 他赢得了这个选举 他一个出出马路的小伙子 他打败了 声望很高的老布什总统 他的关键因素 就是他掌握了 经济是决定选举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个人在这里 稍微提醒民主党一下 民主党应该要 着力于经济 针对于一个礼拜后的选举 是否要来做一个预测呢 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 选举的结果 不过根据以上面的分析 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说 在参议院方面 由于共和党这次的改选 只有九个人 那么在参议院选举上 共和党有可能仍然保持优势 民主党可能会在众议院上 他会多拿的一些席位 11月6号距离今天也不过一个礼拜 或者是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可以到那时候来看看 来见证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谢谢各位的收看 同时我们也预告说 在未来的几集当中 我们会有一两期会来 说一说谈一谈 在台湾的选举 我们谢谢各位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会